欧洲军队的帽子是怎么从这样变成这样 再变成这样的 在一些以18世纪战争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三角帽的出现 这种帽子最早是由17世纪的西班牙士兵鼓动出来的 当时住手在弗兰德斯的西班牙士兵 戴的是这种帽衍非常大的宽边圆帽 当他们将火枪扛在肩膀上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帽衍 有的时候还会把帽子打翻在地上 这就非常的烦 于是他们就把帽衍卷起来 然后在顶部用别枝或钮扣固定 这样一顶造型规整的三角帽就诞生了 三角帽既不影响他们扛枪 也不遮挡视线 当时质量上乘的三角帽一般由海利皮毛制成 下雨天戴上这种帽子就像戴了顶雨伞 三角帽上的凹槽也方便雨水流下去 1667年 法国和西班牙为了争夺西暑尼德兰爆发了遗产战争 法军士兵看到西班牙人这帽子挺别致 也学着他们这么弄 等打完仗 法军把三角帽带回法国 很快就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中流行起来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 三角帽成了欧洲最流行的帽子款式 到了18世纪末 一种新的帽子样式开始流行起来 就是拿破仑头上戴的这种双脚帽 最开始双脚帽一般都是横着戴 大约从1800年开始 双脚帽两边的帽颜开始变平 一些军官就竖着戴了 但这种双脚帽的顶部容易急于血 两个脚遇水之后容易往下塌 不是很好看 于是从1804年开始 一种来自匈牙利的筒帽 逐渐取代了法军步兵原先的双脚帽 据说这种沙科筒帽 能让士兵看起来更高大 可以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 在遭遇敌方骑兵的马刀劈砍时 也能保护步兵头部 但总体上来说 它的防护能力很有限 但是看起来还是挺好看的